迪克莱连线最新的现场消息 发生了非常不幸的意外 在屏东三地门要去救援的直升机 刚刚发生了撞山坠机的事故 情况如何 我们连线请杨立芬告诉我们 立芬 好的 这架直升机呢 是来自台南的空情队 它的编号是UH1H502架次的 那么是在今天下午3点30分的时候 台南空情队接到了这个通报 那么现在呢 飞机上确定有三名机组员 我们已经有他们的名字 他们分别是张顺发工长张 顺利的顺发生的发 王宗立三横一束王 祖宗的宗战立的立 然后还有一个黄美制 草头黄美 就是金字编一个美丽的美 还有智慧的制黄美制 也就是说呢 现在呢 这个机组员三个人 目前呢 掉落在雾台乡伊拉部落 对面河床一公里处的地方 那么现在呢 所有的警销还有搜救人员呢 都火速前往那边去救援 那么主要是呢 今天早上的时候 三地门那边因为断水断电交通中断 那么必须要进行救援空投 那么这个机组员他们呢 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已经进行了第二趟的这个空投了 结果呢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状况 是不是机械故障的原因 就掉落了 整个直升机就掉落了 在雾台乡伊拉社区 河床对面的地方 那么呢 现在呢 这个地方呢 也因为路段的关系 所以呢 所有的人车要赶往现场的 必须花一点时间 那么我们再问您报告 现在呢 这个飞机上面三位机组员 他们的名称 分别是张顺发 王中立 黄美智 等三个人呢 由于呢 这是第二趟的飞行呢 所以呢 飞机上没有其他的特搜人员 所以这目前呢 这三个人呢 现在警销正在积极的搜救当中 那么这是我们来自雾台乡 今天下午最新的一个状况 在下午的三点半的时候呢 发生了台南空勤队 编号UH1H502架次的直升机 发生了这个掉落在 雾台乡的河床上面的 一个最新的状况 再把现场交还给主播 好 我们谢谢立芬的连线消息 非常令人震惊啊 台南空勤队的救援直升机 到了屏东这边啊 来空投物资 但是呢 现在却发生了 坠毁在这个屏东 雾台乡 这样的一个不幸的意外事故 在上面有三位机组人员 目前都还在搜救当中 我们谢谢立芬的连线报导 哇 怎么会这样 去救人的 现在反而要被救人 这批直升机本来就比较差 其实国防部最近要跟美国 买那个军用直升机 要花七八百亿 把那个钱 国防部的预算拿来买这些直升机 买救难的 专业救难 有夜市设备的 可以低空气这样那种 台湾很需要 台湾这么多这个 国直升机 八掌息事件就是没有直升机 而且每年七八月都会有台风 真的 我们非常需要更多的救难提升机 对 迪导